在泰國我很喜歡買這個椰青水 它本身是會把椰子剝出來 然後有些水 說回泰國,今次來到清雲 我們做了兩場料理班 這兩場料理班的特點是 當然不是平時我們一般去泰國 我們會做那些大家所認識的冬蔭公、綠咖喱、紅咖喱 那些菜式 而我們就是學一些教育 可能平時我們吃了,但都是會遺忘的 是一個叫泰國料理 泰國料理跟泰國有些不同 又或者這麼說,它是一個叫Nana L-A-N-N-A的菜式 我們在四季的烹飪課程中 就是學了一些Nana 但我們學了一些是新派的 它的分別其實是跟泰國菜是更加辣 而我們來到清雲的第二天 我們就學了一些牆頸竹 牆頸竹的原住居民那些菜式 最特別的明顯就是 原來他們煮的不會下魚露 反而是用很多醬油或者鹽 在那個Cooking Class裡 反而是我得到一個很大的領悟 就是老師曾經跟我說的 他說 吃東西其實是不需要想太多 他什麼都會想吃 他會 因為他不知道 他會知道 如果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 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哎呀不好吃 不知道我不好吃 不吃的話 其實可能會錯過很多東西 那 從中反而 其實我又會得到一些體會 就是說 原來 在我們人生裏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不要想太多 做了它 即是不停去測試著那個水 然後看看那個 反應是怎樣的 才會再做 俗正如都是 我的Cooking Class也是 很多都是隨心去煮 不要去淋太多 因此 做一個錯誤 不要緊的 你最重要的是 從中途中 有一點吸取少許的經驗 就繼續煮 這個就是 我對於入廚的 小小的 心得小小的分享 好 好 好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食材放在那裡 跟這個食材 然後你把所有的食材放在那裡 跟所有的食材 然後… 好,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先到我的Facebook 上 點讚我的Page 點讚完之後再按C First 優先看 去YouTube Channel 按Subscribe 然後再按鈴鐺 以後每次我有新影片 你就可以馬上看得到 如果你也有玩Instagram IG 的話 記得追蹤我 好,我們下次見,拜拜